大家开心就表示明天的风雨对我们的威胁不会太大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表示失望 在网路上这几天就出现了好几张期待放台风架的漫画图 清门大雨直直落 天明台风还没来就已发威 这风雨会大到什么程度 上班族开始关心 这次能放几天台风架 小baby握拳呐喊 我要放台风架 非放假不可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还有这张如果后天放台风架 我明天一定认真上班 卡通人物合掌祈祷 说台风如果要来也要算准时机 从日期上来看 就算23号天平风大雨大放假一天 但24号礼拜五还是得上班 如果距离台湾比较远的布拉湾台风也发威 会不会连放两天台风架 再加上周休二日 等于一口气连休四天 对台风架判断靠科学根据 其实一连两天台风架过去有潜力 1996年强力台风赫博登陆 狂风暴雨逼得政府连放两天台风架 2001年纳粒清台 第一天先放台风架却风平浪静 想不到第二天暴雨痛惜打台北 这回连续两个台风排队冲着台湾来 后面架起来没什么差 非常期待 其实如果放假也不错 我们就可以在台北多待几天了 有人想放假想疯了 但也有不少人坦白说 台风架不要也罢 网络上还有漫画 农民流着眼泪说 这种会把我们心血吹走 小孩注册费吹走 吹来苦日子的休假 我们不要 多一天台风架都可能伴随灾情 恐怕河南有心情好好放假 专讯完正好报道